词曲 李宗盛 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介绍好多种分析 是请说 请问一下那个 它那个地图分析 它是用那个地语去match 那如果有一点点差异 或者是 它有经纬度 它有经纬度 假设你今天要做到正 正 根本就没有正这本名称在里面的定义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位置它这些的 精度跟纬度 可以了解吗 用精度跟纬度是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有一些是 对啊 那你就 以防万一你就用 精度跟纬度 你看在这地图 这是地图的部分 它这边有一个叫做 纬度放置的位置跟精度放置的位置 所以 所以当你先去下载那个GPS的时候 它就分精度多少 纬度多少 举例来说 那个 镇长 里长 镇长 村长 那个乡镇里的那个办公室 你觉得它会有标这些的 就是你输入那个地名 比如说好了 那个草屯镇 你觉得它会标出来那个位置吗 不会 行政区台北市 台北上有300多个 村里办公室 那个里办公室 它都不会标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上网去查 查什么 每一个里长办公室 它那个 那个位置 它的精度是多少 纬度是多少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 然后接下来 你就练成说一个地址 然后要对应出一个精度跟纬度 好 当然最前面会有一个什么什么里 例如说光华里 然后有一个地址 这是上网可以查得到的开放资料 我是拿这个开放资料 然后直接去那个批次搜寻 每一个里长办公室的精度跟纬度 然后接下来 取得了这个资料之后 位置来这里 就是把那个精度放到精度位置 纬度放到纬度的位置 可以批次搜寻 用地名去批次搜寻它的精度 可以 怎么做你知道吗 不知道吗 对不对 怎么会不知道呢 到YouTube搜寻 孙在阳三个字 这个你该问的 不该问的 大概 只要是公家激光 我跟你讲 你要问我说 怎么炒股 对不起我没有这种影片 太多人问我这些事情了 我通通说 对不起我只做生物医学的研究 这样可以了解吗 除非你用高薪聘请我 我才会愿意去做 因为那个领域你要学 而且 你告诉他 然后买股票怎么跌了 我还要很大责任 对不对 这些我都不做 可是像这些问题 这就是 你们只要会遇到的问题 基本上都已经被问过了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就可以找到 我刚刚说的那件事 例如说300多个人 你不要一个一个地址在那边慢慢打 知道吗 这样可以了解 如果说 你不知道 你就写信 你就写信 然后加我LINE 都可以 然后我就告诉你那一支影片是什么 这样了解 还有人问我那个什么 营养午餐 这跟人类健康也有点关系 我有做出来 因为我会觉得做这种事情还蛮愉快的 好 反正 这是很棒的问题 而且你们一定会遇到 如果 然后你再遇到一些问题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多 多请教一下相关的人